大家好 又是向左望的節目時間 我們錄這一集的日子裏面 其實政改方案都仍然在醞釀 但是縱然政改方案 在這一集出了街之後 過或者不過都好 其實希望透過這一集裏面 我們透過一間長矛信商的一兩封信 都可以去到作為一個角度去看 就是說究竟由二十世紀八十年代 香港因為這個前途問題 而激發很多人開始考慮自己的自身前途 自己所處的位置 到了今時今日 很可能搞民主運動的人 由這個少年、中年去到差不多接近退休年齡 他們究竟這二十多年究竟是成就卓越 還是其實好像一首流行曲一樣一事無成 但是未正式講之前或者我們先去到長矛信商 其實我們有一個 一直都有看這個節目的 吳先生 吳先生有五個 首先有兩封信 吳先生指教我 其實提出了兩個聖經故事 一個就是 就是阿伯拉罕被神叫他殺自己的兒子來表示忠心 這樣 他就說我是有偏差的 其實我的說法就是神叫人殺隻羊來做祭品 其實就已經是不行了 其實這個跟一個故事一樣 其實就是所羅門王 兩個女人都說過兒子 他說不如你劈開兒子 是差不多的 神叫得人 為什麼神要懷疑人 我真的不明白 他有什麼資格懷疑人 他自己做出來的 所以其實 你講宗教是沒得講的 我自己講的就是 這個舊約的聖經的神非常殘酷 非常之對人沒有信心 而在這個新約聖經裡面 耶穌就是來救人的 所以他是很平民化 還有他自己是肉身來的 所以他做的跟人差不多 我覺得這是兩本書 第一本就是經常教訓人 你不可以違背神 神無時無刻不試驗你 如果你一招不授 過不了關你就麻煩 阿伯拉罕 你叫我找個兒子 那我當然找個兒子 老實講 就是這個神話 如果阿伯拉罕快到一刀斬下去 怎麼搞呢 阿神說對不起 我有沒有tick to 我本來叫你多一羊 其實這個是不應該的 我很感謝吳先生的指證 這個我認識的 既然我記錯人名字 就是說這個 該人和約八 這個就多謝他的指證 就是這個紅豆湯 多謝他的指證 其實聖經作為一本隱喻 一個神話 當然是各有各用 其實聖經也有很多的版本 現在這個版本是教會版本 有很多那些撿倒回來的 那些陷害都說不是的 其實我們這個聖經的版本 就等於我們中國的四書而五經 是聖經過這個編的 編過了 就是讀這個版本 就是這樣 當然從哲學的故事 或者是宗教的故事 看到人性的發展 老實講 我講說為一本同豆湯 而斷重長子權 其實是拿人的譬如 很感謝你 我一直都記錯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了 色光雲和約伯 我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的指證 好 你就問了 神為了要人相信他 他自己先為人的罪死一次 然後復活 然後升天作為一個模範 告訴人他是可信的 反觀中國政府做過什麼樣的 人相信他 此事使用經濟去緩衝 我覺得 看你怎麼看宗教 你看這個啟示錄都很恐怖的 是不是 有一個Antichrist出來 全能如上帝又殘酷 你要在Antichrist底下 繼續保持基督徒 做基督徒才可以上天堂 這個還不是最大的考驗 我覺得 為什麼神經常問人 你信不信我呢 就等於共產黨 你愛不愛國 你愛不愛黨 所以我覺得用神 用一個全能全知全在的神 讓中共給 是無謂給的了 其實我其實也想想到一件事 就是如果我們很多時候看聖經故事裡面 其實神很多時候透過一些護士 情境 甚至一些情節 去試驗人信不信他 如果我們說 人都是根據神的形象 創造出來的話 如果人有一種懷疑之心 其實上帝有懷疑之心的話 究竟他憑什麼去懷疑人 還是懷疑他呢 這個就是人懷疑人 因為神是人做出來的 神的性格一定是人性格的一部分 他就反映了人 對其他人懷疑 你可以看到的聖經 其實是由這個派太陽 派向神來的 希臘的哲學 的發展就很多 因為希臘的哲學發展 其實是去找人生的根本是什麼 當然他們都有信神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 這個蘇格拉底本身的死罪 就是他煽動雅典的青年不信神 這個就是哲學和神學的爭論 蘇格拉底什麼都問 我不認識 你可以多說一些東西給我聽嗎 那就令到神 作為一個全能全之存在的物體 是受到挑戰的 所以現在為什麼 你經常說話語權 其實話語權這件事就是解經 怎樣去解那部經 和上帝到底用來講什麼 當然在古代來講 和軍權神授論是很大的關係 所以希臘哲學的產生 希臘神話對神的懷疑 顯然是兩種文化 希臘神話這個宙斯 是眾神之神 但是衰到無論 所有反對的神都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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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說兩種文化 中國的文化就是依附正統 今天民主派搞成這樣 民主黨這樣去叛變 隔三個禮拜左右就會用漁學的方法來修理 其實他們都是盡力的 是吧 我們被一個違階去 希臘華搞了幾十年 坐也不要罵他 或者希臘華搞了幾十年 坐也不會怎麼坐去哪裡 這些完全是非理性的 希臘華以前做了一百件好事 現在做第一百另一件不是 就可以這樣嗎 當然在這個問題上 我們都是感情的動物 我們都是對於這個人是有感情的 我都會覺得不應該深澤他 在某些程度上 但是今天希臘華做的事 是一手推翻自己 如果你真的 你就是尊重希臘華 你今天一定要憎恨現在這個希臘華 不愛不思 不計愛真理 是不是 中國人就沒有這件事 常常都說 不要罵華叔 華叔就死了 大哥 那鄧小平不是就死嗎 是不是 毛澤東不是就死嗎 毛澤東在1976年 鎮壓天安門運動就就死了 是不是 差不多流利了 毛澤東是開國之軍 是不是 根據中國的說法 是為中國人民獲得一次徹底的解放 那你中共專門 你覺得不對 現在一個希臘華 沒流過血 沒試過打過大勝章 全部的產業就是支聯會 加教協加民主黨 是不是 又變成一個殿堂級的神 你真的不是吧 只要我需要神 也不需要一座這樣的神 不好意思 我想你這樣說 其實很多民主黨的粉絲 看到這幾天 整個可以說是一種精神錯亂變化 他們已經很大程度上 身心都受到很大的折磨之餘 因為人們會逃避自由 當然最後可能有些人會選 我不再相信了 我有懷疑精神 有些人會繼續相信 這個逃避自由的一個心態 是納粹主義 法西斯主義和文化大革命的精神根源 我要一個全能的神 我不能讓我的精神寄託 受到任何的顛鍛 否則我繼續不下去 神經病 所以你會看到 其實我們從表面政治過程裡 看整個民主黨的一個變卦 或者甚至出賣香港民主法 當然很大程度上 令到相當部分民主黨的支持者很失望 當然有部分也很依賴民主黨 作為一種圖騰或一種象徵 他們覺得就是 無論如何都好 民主黨武功都有勞 或者我們會說 民主黨本身 他不是出賣香港人 他只不過就是在尋求妥協中 可以找到一些空間 我想相關的妥協留下一節 我們繼續去 下一節我們再見